愛人 思念你思念的 渴望你渴望的 這首歌不是我唱的 陳山妮新歌 僅是小陳山妮唱的 黃玉琳 徐佳穎 斗上當 因為這應該是 全世界第一個唱到這麼擬真 沒有任何人可以聽出來的程度 我的確是會抖一下 抖一下 愛人 思念你思念的 渴望你渴望的 教你如何相信我的誠懇 你的愛人 但是他在22號的記者會卻說 這首歌不是我唱的 原來新歌是用AI技術 創造出來的小陳山妮 只要輸入音檔對應的歌詞 就能誕生出歌曲啦 愛與獎項疑慮 也擔心評審面臨抉擇 陳山妮說這首AI單曲 沒打算保經局長 這首歌是 陳山妮幫陳山妮的AI配唱 到現在目前為止 所有的社群平台 沒有一個人懷疑過 所有的音樂人跟主持人 沒有一個人懷疑過 這不是我唱的 有王志平老師也聽過 有黃玉琳老師 還有兩個金曲歌后 跟我說很感動 很感動 你心裡想到什麼 感受到什麼 你就把它說了 沒有雞怎麼會有蛋 好 好 那我們就可以說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這是一首歌名嗎 他這個唱腔是有呼吸的 現場的媒體朋友 大家來做一個盲測 其中有一個是AI是這樣嗎 我們先聽聽看 愛人 思念你 思念的 渴望你 渴望的 愛人 思念你 思念的 渴望你 渴望的 今天從最前面聽到現在 沒有任何一個事能唱 我覺得可能大家對於AI vocal的想像 還是在於 比如說已經離開我們的歌手 或者是二次元的虛擬偶像等等的 但雖然我可以自己唱 可是我們現在是在 因為AI的發展已經是不可逆的嘛 那如果照這樣講 是不是 我自己想要當歌手也可以 可以啊 這就是你可以實現歌手夢想的時刻 那如果說今天沒有經過你的同意 我要用你的檔案 陳琛你的聲音來唱 這樣你 你覺得OK嗎 這很難答耶 因為我們目前還在 還有新的作品在推出 所以這件事情就比較需要想一下 還沒有規劃風般演唱會 AI真的很會唱歌 但是 還是會需要有人去調教它 所以像剛才聽到的 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的這個聲音 其實都還是要我來調教 所以有技能的製作人 應該是不會失業的